为期23天的南投灯会闭幕了 就连最后一天的闭幕活动 仍然吸引庞大的观光人潮 进来会展中心 县长许书华一一颁发感谢状 给所有的赞助厂商 企业团体 宗教寺庙 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等等 感谢各界的赞助与支持 许县长表示 今年灯会参观人次超过500万 周边的经济产值达到20亿元 为南投带来商机和人潮 也提高南投的能见度与知名度 在这次南投的灯会 总共涌进了近逼到500万的人次 也为南投线带来了将近有20亿的产值 未来我们会尽力地继续地办好 南投的灯会我们会不断地延续下去 最主要希望透过在过年期间 借由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南投线 提高我们南投线的能见度之外 也能够行销南投 配合突年的到来 灯会打造以卡纳赫拉的小动物 为主题的最可爱灯会 引爆全台热烈讨论 闭幕典礼上 县佛特地家厂 卡纳赫拉的小动物 无人机展演 也再次吸引满场的观众 很高兴我们的观光处 我们的县政府 这次非常努力地办理 让我们每一年的灯会 都可以越来越进步 那今年除了我们的兔年的主灯之外 结合了我们卡纳赫拉的小动物 这个非常可爱的吉祥物 推出的相关的周边产品 像是金币以及小红包 也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让我们全国的好朋友们 民众都来到我们的南投 观看我们的灯会 县议员林如阳特地到场观礼 出给予肯定 也期许来年的灯会 能借有人潮串联引进各乡镇市 共同带动地方经济 我们南投虽然拥有的资源 没有其他县市的多 但是我们用有限的资源 创造了这个无限的希望 那我也希望未来我们的观光处 能够结合其他的乡镇 同时办理其他相关的活动 以及一起做相关的宣传 让我们的这四五百万的游客 来到我们其他的地方一起游玩 那这里就要仰赖未来我们观光处 以及我们乡镇市公所 还有我们在地的民间团体 公庙等等如何来一起配合 兵幕典礼上来宾云集 活动精彩度也吸引了许多的赏灯民众 如潮水般涌进会场 县议员林如阳 肯定今年灯会 带进超过五百万的参观人次 带进庞大商机 现建活动的成功 他也期许灯会 一年比一年更好 记者往水仙南投采访报道